有人造的東西跟著一個東西特別 而現在這個現象卻是在中國大陸 非常清楚對不對 十年前的中國大陸多窮 現在如果你去中國大陸 對不起 他們不驕傲地告訴你 我們的一線城市都比臺北要好 那是幾億人半生啊 欸 可是不是只有中國 印度也十億啊 多少人在半生啊 現在新興國家 還有南美洲 巴西 那些窮國家 大家都要跟著半生啊 就算 歐巴馬可以像獨裁者 下令美國整個工業系統 進入京都伊林蘇的系統來議定 你們覺得這會改善嗎 問題不在於我們 改善消耗二氧化碳的 產生二氧化碳的能力 問題在於我們有太多的人 需要改善生活 而這改善的生活是什麼 就是消耗力 這就是我剛剛在講的 全世界面臨的是集體的業 全世界面臨的是集體的業 他們要叫大家說 少消耗一點 對不起啊 台北市政府說 夏天到了 室內溫度 要在二十六度 要在二十六度 已經有很多業人來罵這個 白癡啊 對不對 人類欲望 才是真正的 沒有控制 現在的科學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嗎 如果沒想到這個問題 如果沒想到這個問題 我們就又不得不回答 我們的祖宗的職位 生活要治 但是 欲望要清楚 那不是只針對台灣的少數人 也不是針對某一些人 而是所有的局面 所以人類的文明發展 其實到了今天 已經離開台灣 我們不是在爭吵 台獨要去中國化 不是在爭吵 我們喜歡日文化 不是在爭吵 我們要歐美 全世界已經變得一體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 我們面臨的問題是 人類未來文明的走向 我們曾經提過 我們面臨的是 非常非常無老的問題 道不易 我可以跟各位講 坐在這邊的每一個人 你都有機會 我可以貢獻 絕對的價值給這個人 為什麼 西方人現在是強制文化 他認為 東方文化 無垃圾 就像姚明受傷的時候 他要吃中藥 就有人秀出一個美國的球迷 非常喜歡 我們美國有那麼好的醫療系統 你不要回去 去接受無私的修理 中藥叫做無私的 獨物 所以西方人看東方 對不起我們已經主導這個世界 我不管了 東方算什麼 那麼我剛剛講 在台灣我們的年輕人 要不哈日 要不哈西方 他們也會懂 中國大陸 現在開始有點轉變 否則的話 它也是科學製造 中國的東西 在一百年前 對他們來講 那根本就是要 蓄而快之啊 中國人連文字都不要啊 我們要拼凝文字啊 中國老祖宗寫那個什麼東西 讓我們速度這麼慢 他趕不上外國人 所有屬於中國的東西 叫做市舊 全部都要破 現在要靠大陸來復興中華文化 不是不可能 但是真正能夠體悟到文化精髓的 要等到能夠真正用到那個社會 需要很長理論 希望在哪裡 可以跟各位講 在台灣 希望絕對是在台灣 所以要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只好可以回到 什麼叫做人類的土布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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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中西方哲學家 認為人類的文明進入 大概在2500年以上 是屬於神的文化文化 人呢 就相信有神 所以一切要靠神 所以要破身的文化 不管是中國也一樣 西大也一樣 四大問題都是一樣 所以人什麼時候醒過來呢 大概就是2500年以上 有一個學者在大概1979年的時候 說 雅培斯 不知道為什麼人類在四大文明當中 突然都醒過來 人類開始懂得利用思考 人類發現人自己可以思考 他們給了一個名字 叫做人文的突破 那麼中國的人文突破 一群中國的學者翻譯 就說 嗯 外國人就說 最初當外國人提出人文突破的時候 認為 中國是一個落後的文化 為什麼 中國的文化 儒家一直用到最後 從來沒有變過 道家佛家講的都還是神啊 所以人文突破 在世界人類文明發展過程當中的其他三個文化 都是完全成功的 只有中國的原文突破是不完整的 這意思是什麼 中國人還是原始文 這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外國人看中國人基本上 就是原始 就是不進化的 然後我們有一位 中央研究院院士 也是美國院士 他就非常的努力說 不對 我們的人文突破是一個 成功的突破 他很努力的用了他 很長的時間 二三十年的時間 要證明中國的突破 其實跟西方是一樣的 我看完他的文章 非常的佩服 但是只有一個感慨 什麼感慨呢 他們通通走錯方向 他們通通走錯方向 很努力 但是走錯方向 對我來講 人文突破 其實後面應該打人 打人 到底是提升 還是墮落的 沒有一個希望學者去思考的問題 人文突破真的是提升 人類用事產生的科學 看起來是好 可是如果我們看到剛剛的 二氧化碳的例子 那如果是只有二氧化碳 一開始我們舉到了 營養學的觀念 各位都會知道 人類的是對自然物質的研究 經常都處在錯誤的狀況 他當然不斷的也在糾錯 所以人類越控制越精密 但是隨著人類越控制越精密 不要忘了 人類也開始發現 地球不是只有地球 我們跟太陽有關係 跟月亮有關係啊 我以我個人的經驗告訴個人 這一些都還有在對生物的探索 以我個人的經驗在過去的 影響我們的身體 月亮就是很直接 月亮就是很直接 我們氣的發動 跟月亮是有關係的 我過去的五六年 直接告訴我們身體的現象就是這樣 要等到科學都來研究這一塊 還找人 所以人 的觸角 集中在一個小的地方 看起來很好用 但是別忘了 世界是整體 所以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就要想 如果現在的文明要靠這個東西來 災害馬來的時候不知道要怎麼辦 聲勢在一線之中 各位已經知道 台灣現在的氣候 不是只有台灣 全球 你看像上個禮拜 中國的南部下大雨淹水 中國的北部降大雪 台灣是前幾個禮拜 溫度還在 還在十二三度 一下子跳到三十幾度 這已經是一個緊缺 很多科學家也開始覺得這是緊缺 但是基於我剛剛跟各位講 如果你用整體的人類數量來看的話 是不肯逆轉的 除非人類 徹底的覺悟我們的生活方式都改變 所以我可以跟各位說 或許我們很幸運 在各位的永生一代 那個滾水還沒有爆 但是如果他來了 如果我們很不幸的在我們的永生一代 各位就會看到人類的災難是非常的大 那古時候的人沒有現在的知識 怎麼去面對災難 我們在榮家系統 在我們中國的道家系統裡面 其實 面臨的一直要解決 就是這個問題 當你有災難的時候我們怎麼辦 因為要解決災難 最好的辦法就是不要有災難 那災難來之前我就解決它 這就是中國人的觀念 這些觀念對我們有沒有幫助 當然有幫助 我們來看看中國人 最早看生命是怎麼看 這是一個鬥閉鬼 西州的鬥閉鬼 一個鬼上面的名文 各位可以看到 為王二月寄生霸 這個生 就是這個 這個字 現在其實要看是性 什麼是性呢 各位可以看到 下面是一個眼睛 上面是生 很多的文字學家到現在 不會解釋 他們的解釋是什麼 生性統一 取因 我們的主宗有那麼笨嗎 取因嘛 性嘛 生嘛 這兩個因很近 古時候人畫應該跟現在也不一樣 其實 你們如果看了原來這個文字 一看就很清楚它就是一字眼睛 上面畫的是一個什麼 是東西給生出來 性是什麼 我們講人性 性是什麼 性就是求生存的本 眼睛要看怎麼會活下去 所以如果在這句話裡面 你們就會看到 性的解釋還是更後面的事 這個叫什麼 寄生霸 講的是願 各位看這個霸字 霸是什麼 霸是 這個是肉的 就是脫掉一件衣服 這個是從天下來的 天衣下水 這是表示一個自然系統的意思 所以 月亮發生了什麼事啊 脫掉了它的衣服換一件 所以叫做看著它生 所以要解釋這一句話 OK 暫停我們等一下再講 坐這邊 坐在這邊 坐在上面